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周末 台股今天创下了波顿以来的新低量 今天的成交量 竟然不到600亿 那么当然 连续5天的量缩 过去4天台股尾盘都有做拉台 那么今天他并没有 以周线上面的格局来看 本周周一的时候 台股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就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 他这个礼拜是连涨的第9周 但是也就在这个礼拜一 见到高点之后 台股走出连续5天的量缩 那我相信你一定很清楚我要讲什么 我上个礼拜就告诉你 这个礼拜台股就只有一个重点 他就是滚量 滚量再滚量 那没想到盘市走成量缩 量缩再量缩 那以量缩的格局角度来看 如果你是乐观的投资朋友 你会安慰自己说 现在台股没事 高档震荡量缩价稳 外资还在狂买 对不对 但是如果像我们在看 技术形态跟结构的人 反而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你 千万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盘市的结构已经出现 蛮明显的技术形态的瑕疵 指数的点数 你很难看得出来这样 但是如果你把结构拆开来看 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我讲了快一个多礼拜的 赚指数赔价差 已经开始在各位投资朋友身上发生了 当然我在处理股票的时候 处理股票大概就只有三种状况 如果盘市在起跌之前 你先把手中小套的股票给清掉 反手做空 你可以大概在几个交易日之内 就把自己的亏损 多单的亏损 那么瞬间给讨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在盘市 跌了大概两个礼拜左右 才想要去处理手中的股票 那第二个阶段 你就是得等反弹 但是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得先看自己手中的股票 值好或不好 如果值是很差的股票 基本上反弹通常都不会超过0.382 后面就会再破底 当然现在是第一个阶段 跟你谈太远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就可以预告 现在就可以预告 所以回到今天的盘市上面来看 昨天我们的央行终于宣布了 让我们的房市稍微喘口气 那么彭总裁告诉你 要放宽房贷的限制 当然今天大涨的股票 是你过去大概一两年 没有看过的族群 它叫做银剑股 那股价会说话 股价会说话 我先用这个东西来开头 你今天看到银剑指数 不得了 对不对 创下波段新高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是有人先知道 那么我请问你 是不是股价也会先说话 所以我说 很多的事情 你不要等到发生了 今天才信匆匆的 想要去追营建股 其实 你今天也应该 没有什么力气去追营建股 因为很多的电子股 或者是高档关门的股票 已经让你头皮发麻了 对不对 你怎么还会有心情去看营建股 不是吗 所以 还是给大家这个结论 我的节目 一向秉持的这个原则 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面 画大饼给你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次业实际 但是我也不会落井下石 或井上添花 我用一个操盘手的态度 我很清楚的在告诉你 我看到了什么事 我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 各位投资朋友 回到这个最基础的原点 现在台股 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这个礼拜还有创新高 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大盘虽然看起来是多 但是很多的个股已经走空 这个叫交接 交接 你如何去掌控自己的资金比重 这个很重要 因为 现在就我的观点 其实昨天有几个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开始紧张了 那么 打电话进来的 投资朋友 我当然 成为我们团队成员之后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解持股 那 我看过他的持股内容之后 我通常都会念一句啦 就是说 我不晓得你看我节目多久了 但是 你的持股怎样 你的持股只要超过五党 那么我就个人认为 你即使今天是我的团队成员了 你还是非得见证到 持股五党以内有多大的好处 对不对 你才愿意花这个钱 进来变成我们的团队成员 当然 我今天在谈到台股 我的看法也是一样啊 你在操作上面 基本上 涨式的末端 跟碟式的末端 它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讯号 其实是让你有充裕的时间 去做一个转向 就好像我在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说 这个礼拜它如果没有办法滚量 那么你要小心两件事情 第一个 量能只要不出来 面临颈限 面临上升邪率 它必须要有方法来解决 那么这个礼拜就很可惜了 台股今天这个成交量 你回过头来看 那如果强成这样 对不 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是 过去三个礼拜 指数在8700点上下做震荡整理 可是问题是 外资却是一路狂买 那么 回到股票市场最基本的原点 你今天买得到一张股票 就代表有人把股票卖给你 你才买得到嘛 对不对 才会有成交 才会有成交量 那过去三个礼拜 外资针对台股 真的是相当看好 一路买 一路的再加码 到昨天为止都还在买 可是问题是 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却看到指数动都不动 还在8700点鬼混 对不对 那一路加买买不动 你很清楚的知道金主叫外资 可是问题是筹码是谁在给外资 他是花钱买嘛 那谁把筹码卖给外资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局面 我就只有一个结论而已 外资你要保佑自己买得动 买过8871点 把这个底部形态做承认 而且做确立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个重点 现在台股是拉高无量 你要小心下杀取量 你要避开外资的翻脸 什么意思 你记不记得之前在马席会的时候 当天消息一出来 外资大买狂买台股 对不对 可是他发现他大买狂买台股之后 隔一周却是翻黑 后面外资就直接翻脸 开始往下卖 那从8871点 一路杀到了7000多点 才止跌 所以如果今天的情况再发生一次 你不要怪外资 因为外资他也是人 他在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他就是要赚两个钱 一个叫期货 一个叫现货 那么如果你让他发现有一天不对了 不要怀疑 外资也会翻脸 外资也会翻脸 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盘 我们把它细部拆解 我的所有的结构我都已经拆过了 对不对 当台股在利空的时候 我拆解台股指稳的理由给你听 十三周转折 三次缺口不补 大力观回到十倍本利比 电子股占稳十年线 通通都讲过一遍 你听不起 后面呢 涨到了这边来 我反而告诉你 有些关门的股票你要小心 尤其是宏达店 对不对 后面宏达店开始跌听说死 指数还在高档震荡 宏达店开始破底 带动音业达这些股票开始转落 指数还在高档震荡 然后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营建股 我说涨到营建股 你自己小心 这个叫掩护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特别提醒你 上升趋势线要来测的 最好不要破 最好不要破 那我对于大盘的看法 其实今天台股刚刚老 来回测这个上升趋势线 而且今天收盘点 刚好在上升趋势线之上 那你要留意几个重点 下个礼拜的多头 就只能进 它不能退 但是以今天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很难 那我假设一个状况 很多人就问我说 徐老师 那如果假设 上升趋势线破了 外资小翻脸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发生这件事情 来注意看 台股从7627点 涨到这波最高点8840点 总共涨了1213点 那时间波上面涨了39天 超过费势系数 所以超过费势系数之后 你要看会不会滚量 那就形态上面来讲 这叫量缩回测 OK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到了一个关键转折的时候 他必须要表态 我假设下个礼拜 他是向下表态补量 那么第一个技术形态的缺口 这是第三道多方缺口 他一定要先来补 补完之后再看 假设真的台北股市有这么美好 他会在这边震荡打底 或者再上 假设台北股市昙花一现 只是资金行情 他会走A B C波 来回测这一波的起涨点 所以就我的观点来看 你今天要去听人家讲 到底是筹码安定 还是人去楼空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当你的股票已经开始套牢了 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要听好话 如果你想听真话 休息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转转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破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爺爺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式能检测 体式能检测 你看 這裡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来 回到现场 小心 下个礼拜 台股面临真正的关键转折了 这个礼拜是开始让你把 转弱的股票先卖掉 先卖掉 那盘是走到这里 筹码会说话 外资当金主 谁在卖筹码 就好像这边一样 外资狂砍台股 谁在买筹码 换一边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小心的事情是 外资连续买钞 从3月7号起算 我们讲3月7号 变化是变化在这里 不是这里 这边一路往上 我告诉你做多嘛 这边我告诉你要保守 因为外资买不动 连昨天都还在买 买到今天台股翻黑 A和B哪里不一样 筹码不一样 下个礼拜假设破现 小心喔 先补缺口 后面再来看 要不要补齐商店 先走第一段 第一段发生之前 就有很多人开始 紧张了 很紧张的 对不对 因为过去 一个礼拜我在讲 高档小鑫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不要紧 轰达店的 轰达店 我又没有买轰达店 很多人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像我在解大力光一样 大力光的大力光 我就没在买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连指标股 你都看不懂 你怎么去知道 盘氏会怎么走 加权指数 是由所有的股票 综合起来的一个指数 它不代表全部 所以我们说要看结构 大力光回到十倍本益比 电子股指问 电子指数创新高 我反而告诉你 反弹嘛 对不对 出量了嘛 量出在哪里 量出在台积电 这个不对嘛 今年上半年 你能不能告诉我 电子股指数回升 如果有可能 这个要抵 你知道吗 然后我会告诉你 这个点会过 可是问题是没有 我们学中体经济的 就会告诉自己 反弹的过程里面 会有讯号 先把股王抓出来看嘛 大力光破抵 谁看好 我嘛 我说告诉你 一定反弹 反弹到外资调升目标价 我告诉你什么 先看 涨五成了 先看 结果看一看呢 不得了 来 这叫凯胜 我在3月23号告诉你 破线了 自己小心 这是今天的凯胜 苹果概念股 这是今天的真底 你知道吗 反弹之后的大量 这一根1.2万张竟然破了 然后呢 又发生一件事情 融资又在拼命买 然后人家外资在浪杠了 所以这种苹果概念股 反弹破大量的你自己小心 大力光它本来我定义它就是反弹 反弹5成之后 其他股票才会反弹 同样的道理 大力光还在整理喔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先破大量了 你不晓得怎么处理的 我说过 当盘式要往下回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阶段你一定来得及处理 因为你手上股票可能套个3%5% 可以马上解决 反手放空 马上转弱的股票 赚个一刃停板 你就解套了 没来 但是你如果等到第二阶段 指数开始跌了 族群开始杀了 你才想说 哇 我手上股票要怎么 十几支 那不负了 你就只能 接下来等杀完等反弹 所以苹果概念股 跟电子全职股 我也讲过 像银叶达 这么超级大牛股 长了一倍 爆大量杀 自己小心 结果我话才说完 竟然融资再往上增加 这真的是 人家是先嘎空 我这些讲过了 先嘎空 后杀多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问我 为什么要先决定好方向 因为结构如果不是你想设定的这么的顺利 那要表示出问题了嘛 我每天在盯盘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们的准则在哪里 一定有一条底线 那条底线如果破一条破两条破三条 你就不用看了 该抽出来自己你就抽出来 该放空你就放空 一个操盘手就是要帮 投资朋友赚钱 我每天都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每天要做我这件事情 我们都想办法再做 所以我昨天雨中心长的跟你讲 你不要等到下雨才想买伞 你不要等到股票击杀 哇 几冬我是要怎么处理 才来想要卖股票 这个礼拜叫做暴风雨前的临近 但是暴风雨前 有人就已经开始滴到雨了 然后想说这个小雨没关系 我淋一下就好 真的吗 不知道吗 来 3月15号 当台股放量往下杀的那一天 其实他可以杀你知道吗 但是杀的过程里面你看出什么 我看出这个 擀空指标宏达电 开始杀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先擀空后杀多 开始了 没有基本面 炒题材面 炒筹码面 就明明了解 股票涨2.3倍 大家都在VR 那先跟你讲VR 现在呢 不知道讲硬件股 每一个人操盘都有自己的出发点 我坚持从基本面出发 所以当我看保守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是 很多的股票是超过基本面上面的范畴 你不能再去乱追 你不能再去乱追 宏达电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如果要做生意 我可以告诉你 我用在这里 起誤生 但是我告诉你 我连看都不看 我连碰都不碰 为什么 你买对的没事 你买错的怎么解套 更早之前我讲过 技术形态有它的道理 当神盾在掌停板的时候 每个人都指纹辨识 对吧 去转坡 隔一天打到跌停 没人敢说 我就跟你讲 小心关门 后面147 后面达到135 你知道吗 今天最低点杀到122 幸福啦 没空空啦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在这边把话听进去 什么叫第一阶段 你可能小赔3%5% 3%5%你赶快走 你要是不走 后面就来这一段 来这一段 那如果你买在这里怎么办 我告诉你 就是等解套 然后解套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卖 所以现在很多的股票 还在这里 听好 还在这里 你不要等到像这样子 你才说 哇 我要买股票 需要是要怎么 把电话卡掉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再讲一次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前天还有人 买神盾 徐老师指纹辨识 指纹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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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出啦 这边 他多赔了3%5% 你要算手续费嘛 我没有算那么精啦 但是我知道 你卖掉就是赔 可是你不卖怎么办 这赔赔啊 10%了44万 怎么解决 我解决给你看嘛 三天前你进来的 这个礼拜你进来的 投资朋友 多拿的钱抽回来之后 反手放空 对不对 2月25号我讲浴金 3月25号我讲浴金 反弹逃命 好喔 反弹逃命喔 学过技术分析的告诉我 这是不是真理 徐老师是 我学过技术分析 我知道 可是你会不会卖 融资在摊平 怎么会买 产业之旅嘛 太阳冷 对吧 3月18号29块2毛钱 我进去空 我说大盘长这样 他长这样你自己小心 这是我们当天的抗讯 多单卖出之后 你新藤原 当然是进场放空股票 空在292 我324还讲 为什么外资套牢 买到套牢 对吧 谁赢了 今天预金最低点是多少 26块05元 从这边放空到这边 一根停板 探10% 然后融资也输 外资也输 到底是谁在赢 外资砍股票 不会客气的 要怎么做 就是找一些利多爆量之后 开始转弱的股票 像这种股票 你就可以进场部件空单 因为外资在绕跑了 真的不晓得怎么操作 投资的朋友 赶快利用假日 第一个 处理手上的股票 第二个 跟着我们同步进场 做操作 就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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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